首先我们第一点就要检查这个喷嘴主件这一块 首先我们把喷嘴卸掉 然后把这个桃子梯沐环卸掉 首先第一点我们建议这个桃子梯要买原厂的 不要买第三方的 因为原厂和第三方的它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这个铜柱的高低 还有这个孔位 如果是对不上的话 比如说我们撞击 这里的这两个针应该是垂直的 而这个铜针会和我们桃子梯这个针之间 它处于一个就是连接的作用 正常我们撞上以后这样插紧 我们用弯表测的话 这里和中间这个芯子 看一下弯表这边是通的 0.3的一个电阻值 首先我们第一点还要我们检查这个喷嘴 这一块和这个铜针是不是通的 正常这里的电阻值弯表 这里的电阻值应该在0.1欧 然后我们再检查这里 和这个嘴子也是导通的 如果说我们检查这里 我们这里和 如果说我们这里这个铜针和外壳导通 那就有可能是我们这个铜针歪了 这里和可能是不正 就会造成一个一直在碰满状态 所以说我们主要检查这一块